最近ESA公布消息 火星轨道观测器已就位 10月1日开始 对3I阿特拉斯彗星进行观测 一大批新鲜照片正在路上 如果你住在火星的话 10月3日抬头就能瞅见这颗330亿吨的彗星 什么概念 相当于300座珠穆朗玛峰从头顶飞过 更离谱的是 它明明在疯狂喷气 轨道却几乎没偏 就像用吹风机吹卡车 车居然不动 这么说吧 人类从未见过3I阿特拉斯这种彗星 但它约5.6公里的彗核 与330亿吨的体重还不算什么 最刺激的是 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拍到它的化学密码 二氧化碳含量是太阳系彗星的二倍 还在木星轨道外就开始喷水 这完全推翻了我们对星际彗星该有的样子的认知 现在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10月3日它飞略火星时 火星探测器会拍它的汇合特写了 虽然科学界早已确定了它彗星的身份 但依然被部分人过度渲染得很神秘 比如它到底是飞船还是石头 上面有外星人吗 等等脑洞大开的猜测 其实它真正的谜团 是它的重量会推翻我们对星际空间的认知 还有火星观测到底能挖到什么独家数据 因为这也可能是人类唯一一次看清这颗反常彗星 到底藏着什么宇宙bug 本期内容 咱们先把这颗宇宙怪咖的核心谜题总结拆分一下 再看看几天后的最新观测数据 是否会带来惊天逆转 看完你会明白 它可能比科幻电影还颠覆任知 2025年7月1日智利的Atlas望远镜突然捕捉到一个异常光点 它飞得太快了 每天能跨越地球直径的三倍距离 天文学家立刻调动全球227个天文台跟进观测 结果算出了一个关键数据 它的轨道是双曲线 什么意思 咱们太阳系的行星 彗星 轨道都是椭圆 比如地球 绕太阳转 总会回头 但双曲线轨道像一次性航线 它从太阳系外冲进来 路过太阳后会一直飞出去 永远不会回来 这就确定了它是第三位星级访客 来自另一个恒星系统 比如2017年的奥默默 像跟雪茄 没汇发 还有2019年的鲍里索夫 像普通汇星有汇发 但三矮Atlas和前两颗都不一样 它既有汇星的活性喷气体 长汇发 又有巨人般的体重 直径5.6公里的体型 相当于从北京二环到四环的距离 但当时天文学家还没意识到 这颗大彗星的反常仅仅是开胃菜 玩过彗星的都知道 它有个特点 是会喷气 它们表面覆盖着水 冰 干冰 靠近太阳时 冰会直接升华成气体 这些气体喷射的时候 会给彗星推力 让它的轨道稍微偏离 纯引力计算的路径 天文学家叫这个非引力加速度 就是彗星喷气会让轨道偏 但它几乎没偏 当年的傲默默 加速度比预期大 还引发过是不是外星飞船的猜测 但三埃阿特拉斯呢 全球天文台从五月跟踪到九月 足足跟了它四个月 明明能看到它在疯狂喷气 汇发气体云直径已经超过火星 甚至能看到细小的汇尾 但奇怪的是 它的轨道几乎没偏 计算下来 每天的偏离量 不到15米每平方秒 相当于你走路时 一阵风吹过来 你几乎没动 天文学家反过来算 要让这么强的喷气推不动 它的质量得有多大 结果出来 至少330亿吨 三埃阿特拉斯的重量 是鲍里索富的10倍以上 是奥默默的几百倍 为什么这很反常 因为我们之前的模型认为 星际空间里 应该全是小碎片 比如 其他恒星系统形成行星时 剩下的边角料 像鹅卵石一样小 按概率 人类先发现的应该是小碎片 而不是5.6公里的巨人 现在问题来了 是我们的模型错了 还是我们的望远镜不够灵敏 漏看了更多小碎片 3埃阿特拉斯的重量 把这个概率谜体摆到了天文学家面前 如果说重量是第一个谜体 那3埃阿特拉斯的化学成分 就是第二个更大的谜体 它的成分比例 和太阳系彗星完全不一样 今年8月 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对准了它 做了光谱分析 简单说 就是通过它发出的光 判断里面有什么物质 结果发现两个关键异常 第一 二氧化碳含量极高 太阳系的彗星里 二氧化碳占挥发物的比例 一般是5%到10% 但3埃阿特拉斯里 这个比例超过了20% 是太阳系二氧化碳 最丰富的彗星之一 为什么这重要 因为二氧化碳的冰点很低 零下78.5摄氏度 只有在恒星系统外围 比如太阳系的科伊伯代 才会结冰 3埃阿特拉斯 这么高的二氧化碳含量 说明它诞生的地方 可能比太阳系的科伊伯代还冷 这能帮我们推测 它老家的环境 第二 远日点就开始喷水器 一般彗星要靠近到 火星轨道以内 离太阳约2.2亿公里 才会因为太阳加热 喷出水器 但3埃阿特拉斯 在木星轨道以外 再离太阳5亿公里 就开始喷水器了 这相当于 在太阳系的冰箱区 就开始出汗 这在太阳系彗星里 从没见过 还有两个更有趣的细节 一是偏正光异常 它反射的光振动方向 和太阳系彗星不一样 说明表面尘埃 长得很特殊 二是 镍无铁的信号 地球上的岩石 太阳系的陨石里 镍和铁 几乎总是一起出现 但早期观测里 3埃阿特拉斯 只检测到镍 没检测到铁 不过这里要说明 镍无铁还没完全确认 可能是观测误差 比如 尘埃挡住了铁的信号 但就算只看二氧化碳和水器 也足够说明 它来自一个和太阳系化学环境 完全不同的恒星系统 这时候 哈佛的天文学家勒布 又提了个推测 如果这些异常都是真的 会不会自然解释不够用 但NASA的科学家 汤姆斯塔特勒 立刻反驳 它有汇发 喷气体 所有核心特征 都是彗星 只是我们没见过这么特殊的彗星而已 其实 这就是科学的魅力 不是非黑即白 而是用证据 一点点缩小谜题的范围 3I Atlas的化学特征 不是超自然 而是超预期 这恰恰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 现在最让天文学家兴奋的 是接下来两个月的观测窗口 有两个关键事件 可能彻底解开3I Atlas的谜题 第一个是10月3日火星观测 那天 3I Atlas会近距离掠过火星附近 目前天文学家预测 距离约0.25天文单位 而火星上有个神器 火星侦察轨道器 MRO 它上面有个高分辨率成像科学设备 HiRIS 能拍清火星表面 一米大小的石头 这次掠过 MRO会把镜头对准3I Atlas 做两件关键的事 仪式拍汇合特写 之前我们算的5.6公里是估算 MRO能拍得更准 甚至看到汇合表面的喷气口 二十侧成分细节 它的光谱仪 能比地球望远镜更清晰地 分析水汽 二氧化碳的比例 确认聂武铁是不是真的 但有个坏消息 10月21日之后 3I Atlas会进入太阳河下 就是从地球视角看 它会跑到太阳后面 被太阳的强光挡住 完全看不见 这种情况会持续到12月 等它从太阳后面跑出来时 已经离太阳更远了 汇发可能会变小 但那时我们能看到它喷气后的状态 比如 汇尾有没有被太阳风吹变形 第二个关键是 太阳风暴的影响 今年9月底 太阳爆发了一次日缅物质抛射 但目前地球观测 受后续信号遮挡影响 具体碰撞效果 需等12月彗星重现后 通过汇尾形态变化分析确认 2007年 汇星NG Anki 就被CME撞过 汇尾直接被打断 后来又慢慢长出来 如果3I Atlas也被撞了 天文学家能通过汇尾的变化 算出它的物质密度 比如 汇尾是蓬松 还是致密 这能反过来 帮我们算它的质量 到底有多准 不过目前还没拿到完整数据 得等12月它重现后才能确认 还有个长期的希望 威拉鲁宾天文台的全景望远镜 它每天能拍半个天空 第一年就发现了几千颗小行星 未来几年 很可能会发现更多星级访客 如果能找到10颗 20颗 类似3I Atlas的天体 我们就能知道 重彗星是特例 还是普遍现象 看到这里 可能有人问 研究一颗路过的彗星 有啥用 其实 3I Atlas是个宇宙时间胶囊 一是它比太阳系还老 大约有70亿岁了 没被太阳加热过 保留了其他恒星系统诞生时的原始成分 能让我们知道太阳系之外 有没有地球一样的水 行星原材料 二是它这么重 还能被甩到星际空间 说明恒星系统里 天体弹射的暴力程度 远超我们之前的认知 比如行星碰撞 被木星引力弹飞 三是它可能带着生命的种子 之前在彗星和星际空间 发现过氨基酸 乙醇这些有机物 如果这颗也有 就能证明 生命原材料 能在不同恒星系统之间传播 而且 这是人类第一次能近距离研究这么重的星际彗星 错过这次 未来可能几百年都等不到了 想跟进10月火星观测 12月重现的画面 订阅我 第一时间给大家整理最新发现 宇宙很大 咱们很小 但有了这颗访客 咱们才有机会摸到宇宙的真相 保持好奇 保持期待 下次见